hello大家好 我是之后是车也对详 想让今天来到华为手机的第一 不是华为手机 今天来到是北汽的赛斯店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手机 就是北汽的魔方 它就摆在了展台的C位 为什么说它是个手机呢 这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既然是在赛斯店 我先说一说跟车有关的事 魔方采用的是插炮会用到的 VGT增压技术 搭载的是磨合动力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138千瓦 最大扭矩305牛米 百公里的提速只要7.8秒 在踩下右门那一瞬间 我感觉是我距离超跑最近的那一刻 但是超跑的多废油 百公里不得一个驾驾站 其实在接触北汽魔方之前 我一直觉得 多快豪省只是一句slogan 但是万万没想到 它就是瓦卡达人出山一身的黑科技 高滚流比起到350瓦高压喷射系统 米勒循环技术维GT增压器 它让每一滴油都充分地燃烧 并且最大限度的转化成动能 它甚至连门把手都是隐藏似的 没有把柄当然跑得快了 咱再去车里看一看这部华为手机 你要是跟你朋友说 你花10万块钱买了个车 他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你要跟他说 你花10万块钱买了个手机 他可能会以为你去中东做生意了 说到智能 估计没有哪个燃油车敢跟新能源车对比 但是万事没有绝对 就像近年的世界杯一样 谁能想到阿根廷会输给啥特呢 对吧 魔方式燃油车唯一搭载华为鸿蒙系统的 搭载麒麟990A高算力座舱芯片 8核的旗舰CPU 8核双4K图像处理GPU 大家都知道苹果有自己的生态 华为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生态 他可以通过华为智能座舱把车机 手机 平板 以及笔记本 电脑等等的很多设备数据进行一个互通 通过鸿蒙系统平台可以下载超过100种的APP 并且可以实现全车的OTA升级 不仅仅是娱乐系统的升级 甚至说是动力 车身等等也是支持OTA升级的 你手里的手机一般是有电视投屏功能的 我的车机一样有这个功能 说的就是它这个抬头显 它抬头显的投射面积可以达到60英寸 就像是在我家的客厅里看电影一样 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能看电影 可以通过车机的操作 去把电影通过抬头显投射到玻璃上 就比如说现在世界杯期间 大家都在看世界杯 如果你的对象不让你看 把你从家里赶出来了 那你就可以买好零食 买好饮料 来到车里躺着去看世界杯了 说到对象 现在有很多小伙子在家里被对象指使着干这干那 但是你只要敢给你的对象下达一个指令 可能一脚把你从卧室揣到地库 那北汽魔方就不一样了 你说什么就干什么 来 你好小北 你说 打开空调 好的 正在打开空调 关闭天窗 关闭天窗 你看有求必应 比你家的媳妇强多了吧 最后给单身的小伙提一个建议 以后买车就买魔方 买了魔方之后 你看到了信仪的女孩 你就直接上去给她说 我花十万块钱买了个手机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谢谢大家